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你好 介紹四位美女營養師 你沒看過的醫師好辣 想大口吃美食又怕胖 好辣醫師團 今天找來四位美女營養師 教你聰明飲食放縱吃 好辣軍團們 又會分享哪些超厲害的美食呢 直播小護理師夏宇童 大家好 我是宇童 桌上一大堆食物 但是為什麼今天四個營養師 大家也知道我們今天主題是什麼 首先先恭喜李婉萍營養師出了新書 謝謝 跟大家分享 我的台灣版的護衛聖經 在台灣每四個人就有一個 胃部受到困擾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如何就是有些護衛的好飲食 跟哪一些是造成的高酸 還有低酸的好食物 對 然後做出了四周的 護衛的一個食譜這樣子 對 護衛當然是我們今天這樣講 就不用護了 對啊 這邊 還在講說要吃對食物 對 營養師的存在 也是因為有這些食物 如果沒這些食物 營養師也不必存在 沒錯 我們都要失業了 很多人吃的當下很滿足 也會想念 尤其在防疫期間 對 你那個手機一拿起來 就想要點一些東西 對 吃的是醉油感又浮現 聽說今天營養師 願意接受我們的挑戰 到底美食怎麼吃 吃的沒關係 要怎麼樣去對付它 讓它呢 減輕到最低 解套的方法 對 讓我們有點安慰 當然 我們四位嘉賓 今天不是來學營養學的 他們是來介紹他們的醉油美食 徐瑋瑋 來 來 第一個妳推薦 超級豐盛的 全部是 這應該是美式的 什麼炸洋蔥 沒錯 義式的 算是比較義式的 對 這個有炸雞吃炸洋蔥 還有起司 對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年輕就是本錢 來 餵 沒有啊 不是這樣講 還有披薩 這是什麼口味的披薩 這個就是馬格力特 最基本 最原始 要知道一間店好不好吃 就要吃它最純粹的東西 沒錯 這一間我會大推薦的原因 就是他們有個很特別 叫金砂雞翅 金砂雞翅 這個很特別 跟鹹鴨蛋嗎 對 就是跟鹹鴨蛋做一個組合 聽起來就是這樣 在裡面這一盤 他們家最有名的就是這一個 雞翅拼盤 那我 它的雞翅超多種口味 妳講是不是 妳是最餓吧 對啊 妳是 今天就先放開心 最有名的是這個嗎 對 反正雞翅類的 雞翅類的都很有名 然後它有很多不同口味 像這一盤裡面 就有金砂 有蒜味 金砂他們家超有名 而且當初 在這一間店 我一定要先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這一間店 我覺得最吸引我的 就是它的整體店內風格 它的店內風格 會讓你有一種 走進巴黎島屋布的感覺 而且它區分成兩邊 一邊就是很森林風 它沒有嬉皮笑臉 它是真的會讓你在森林的感覺 有很多樹葉在你的用餐的周圍 而且它的地方很 就在台北市的就是旁邊 最熱鬧的地方 101旁邊 超級方便 它第一次真的很好吃 對不對 我吃那個就是金砂口味的 這一間的餐點真的很大推 然後你看像其實我們這些炸物 來到這邊都已經稍微擺了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它的那個炸物的香氣 不會因為稍微有點涼掉 而失去了它的風味 我覺得我很像在家裡面 看電視節目 因為我邊在客廳 然後在聽大家講 然後我就 太放鬆了 所以我就說 這種防疫器 這些都會點回來吃 一定會 然後開瓶啤酒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他們的蝦膏干被燉蛋 蝦膏 你看 對 然後它的這個 它是有一種那種煙燻的感覺 有沒有大家吃的感覺怎麼樣 我剛吃第一次我覺得 我很少碰到冷的都好吃 而且它的那個濕潤 因為我剛好吃的是那個 泰式酸辣的口感 所以它那個酸酸辣辣 隱隱約在雞翅皮上面 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滲出來我覺得好過癮 對 這蝦膏飯好好吃 那個飯超好吃 對 是不是 沒有那種蝦膏的腥味 但是有蝦膏的味 每一口都很滿 對 而且它我覺得最喜歡的是 像很多它就是蝦膏 它就是海鮮的海味 可是它多了一個 滿大人的成熟味 是個煙燻的感覺 它那個感覺是 我覺得這一道 讓我覺得跟很多不同的 這種燉飯不一樣的地方 對 然後再來它的披薩也是很特別 它就是瑪格麗特披薩 但它裡面放的都是一些 它那個番茄醬你一吃 你就知道不是那種調出來的 可是我跟你們說披薩真的 一定要先試它的那個餅皮 但好吃 它的披薩就是雖然 現在放了已經有點涼了 可是它就是嚼起來 它的那個餅皮有沒有Q的 對 然後它不會出油 而且真的就像剛剛提到的 其實要吃一家餐廳 真的要吃它最基本的 因為才可以知道它的功夫 到底有沒有出來 對 就像吃中菜一定要吃炒飯 對 蛋炒飯 對 我以前其實沒有那麼愛吃 但是因為開始主食美食節目之後 就會你知道 一天吃四午餐 我的胃會被撐打 對 所以像以前我可能一餐滷肉飯 點一碗滷肉飯我就飽了 我現在就是一碗滷肉飯 還要搭配好幾個小菜 我才會有那種滿足感 可是妳沒有變胖 反正妳還是很瘦 你看她會推薦這個 一定是最近時間 防疫期間也常吃 對 我防疫期間胖滿多的 但是我早期 在剛進演藝圈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體重大概只有42到42 最胖44 很瘦 可是我現在 因為主食美食節目 加上就是可能年紀也慢慢 就是要邁向30 妳剛剛不是說年輕就是本家嗎 對 真的 我想睡 而且妳不要這樣 我已經過30了 對不起 一定是不像以前 隨便吃隨便代謝 會有越高 所以其實像我有一段時間 我是已經胖到快50公斤 所以以我以58 小小就是矮矮的女生來講 其實50公斤其實對於我們 營運上的形象 是有點誇張的 這個一個禮拜吃一兩次 怎麼會浮浮汗 真的 但是這個美食可不可以吃 當然是可以吃 我們今天具體營養師 如果你真的吃了這些東西 要怎麼樣才能降低它的風險 列出了這個飲食 真的是很多外食族 尤其是上班族很常遇到 對 都是一些炸物 或者是一些高蛋白披薩等等 那其實如果你本身也是很常 接觸到這類食材的話 記得一定要有這個秘密法寶 就是 對 大家都會覺得 B群是不是要 常常喝酒的人要吃或什麼的 其實基本上 我們身體是一件很好玩的 一台機器 其實當你吃這些高熱量的食物 你會提到說 像瑋瑜講的說 因為我代謝差 所以可能會反映在我的體重上 但是為什麼會代謝差 可能就跟缺乏B群有關 因為其實我們身體在代謝這些 高蛋白 高油脂 高澱粉的食材的過程中 怎麼把它轉換成能量的過程 都要B群 所以當如果我們身體 長時間接觸這類食物的時候 等於說我們的身體 不斷的在耗損 你自己身體裡面的B群 所以其實就會呈現一個 隱性飢餓的狀態 就是微量養素 一直不斷的被你耗損 當然就會影響到你的代謝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相信這家餐廳 因為這邊列出來的 絕對不可能是這家餐廳 所有的食物 它一定有一些前菜沙拉 那時候鮪魚完全沒拿出來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這間餐廳最有名 就是它的炸物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最好的 推薦給大家 你這樣就已經那麼多 還前菜沙拉了 可是這就是我要講的 因為通常會去吃這種餐廳 一定是很多好朋友一起 對 三五好友 所以這時候其實會建議你 可能至少選擇 一兩道的沙拉盤 大家朋友 因為你在吃一些沙拉的同時 你先把你的胃 佔了一部分的一個空間 你接下來再吃這些食 還是都可以吃 都可以點 你看 像瓜哥這樣非常好 你就已經在這裡 可是他沾很多醬 還是要講 因為他生涯了 抓到 其實反而會增加飽足感 因為其實那個藍莓起司 它其實是一個高油脂 所以相對它會提升我們的飽足感 那當然因為我相信 來這邊的人 應該也不會想要吃健康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個 營養師平常不會說是健康的 但是這個時候就很適合 跟大家來分享 今天我的秘密武器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平常營養師應該很 很想跟大家說可以喝可樂 但是零卡的可樂 相對因為它還有氣體 又沒有熱量 所以你先喝它 因為你知道 我們到了餐廳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可以點東西 那如果你怕胖的人 你可以先點一杯 就是無糖的可樂 讓它占一下體積 再接下來太健康 不想吃生菜沙拉 沒關係桌面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裡頭的炸物 有一個可以先選擇 就是炸洋蔥 洋蔥裡頭有胡皮素 所以它可以幫助你怎麼樣 稍微在吃炸的時候 稍微安心一點點 那我們剛才吃了這麼多東西 比如說像我自己的這個 這一碗裡頭有干貝 所以干貝是個非常低熱量 雖然貴了一點 但是它是個非常好 然後接下來如果假設我們炸物 或烤雞當中 有炸雞翅跟雞腿 請大家記得 如果要減肥的人選雞腿 因為雞腿比雞翅瘦 所以其實基本上 只要你在吃這些炸物之前 稍微搭配一些好的組合 其實吃起來相對來說 也比較沒有作惡感 身體負擔也比較小 像我之前有一個 來找我的一些高階主管 他就是 他那時候一進來的時候 其實他就說他要減重 但是他說 營養師我自己知道為什麼我胖 因為他壓力很大 所以他就是靠吃漢堡炸雞來虛壓 他說人家喝酒 但是我不喝酒 但是我就是吃這些炸物 然後他就說 你也不要跟我講 不能吃 因為我就是要吃 但是你告訴我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黑手 因為他那時候講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個人主觀意識 基本上應該滿強的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就做一個動作就好 就是 你每次想要吃這些炸物 漢堡之前 你先去便利商店買一盒沙拉 他說就這樣 我說就這樣 你關意識太高了 你跟他講太多他就會放棄了 然後他就說 然後我就說好 你回去就這樣子做 其他都不用改變 然後兩個禮拜之後回來瘦了三公斤 他就說 他還是可以吃這些東西 來滿足他的這個欲望跟紓壓 但是他只要前面做了這個動作 他自己有發現 以前他可能要一個漢堡 配兩塊炸雞 但因為他前面做了這個沙拉的這個社群 所以讓他漢堡跟炸雞 他選一個他就飽了 但是他又可以達到紓壓的效果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我們在減重 不是說一定要遠離 一定要捨棄放進這些高熱量 其實有時候稍微有一些小搭配 還是可以很輕鬆地達到減重的效果 那個我想要補充 因為像除了林卡可 因為像我不太喝可樂的 就像我在吃大餐前 不一定是這樣的大餐 任何大餐前 我會先帶一瓶大概這麼大瓶的氣泡水 然後一口氣灌掉 讚味 對 讚味 然後他就會覺得 我就覺得很飽很飽 就是你什麼都吃到 但是你就不會吃到那麼多 是 我覺得什麼都可以吃 你看到我看小禎 會越吃越瘦 他可能一個禮拜運動四五天 他變成習慣 他吃什麼怎麼辦 我看他吃得比這個更垃圾的人 真的嗎 對啊 他家裡都是好像那一條 到家裡跟聚會 一鍋麻辣鍋 一鍋什麼鍋什麼鍋 但他現在真的更瘦 更瘦 我知道你怎麼會越來越瘦 他也知道吃 我跟他錄影 你看一個鐘頭吃一次 也都是這種東西 少量的餐 義大利麵啊 不過他量不多 他吃著吃著 等於一個鐘頭又來吃了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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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真的洋蔥各方面 我剛剛吃的 一大洋蔥飯都很好吃 洋蔥圈真的很愛 我剛剛其實不好意思 營養師在講的時候 我一定晃神 對 我還要投吃兩口 真是忍不住 接下來介紹的是成的 觀韶文 來 韶文 今天為你們推薦什麼 這個不得了 這是我個人的 這個叫減重餐 我也很愛吃 我也很愛 以前會到什麼叉叉木場 吃到飽了 對 先幫你們放一點蔬菜 先幫我的減重餐 前幾年我最認真減肥的時候 那時候是這樣 我一個禮拜 你為什麼減重 那時候因為走路都很喘 然後別人都會以為我去運動 我講個電話 我說你在運動 我說沒有 我只是講話太慘了 我後來發現 胖到不行 因為我之前胖到快 一百四十左右 對 我現在大概一百出頭 那你減到四十公里很厲害 對 差不多 之前瘦到九十三又胖出來 你是靠吃減重還是有運動 其實吃是最重要的 對 然後後面才搭配運動 然後那個時候 我一個禮拜幾乎都不吃晚餐 我們也不要讓主人來 那你來 我來 因為他講話會喘 家裡會喘 然後後來就每個禮拜天 我就幫自己規劃 一天是Happy Day 就想說我要吃一個大的 可是因為我去吃麻辣鍋 我又很愛喝湯 然後我想說那我要找個 不能喝湯 萬惡之緣 對 我要想吃不能喝湯 又可以有肉吃到飽的 我就查到 可是我又很愛吃羊肉 很多壽喜燒吃到飽店 它又沒有羊肉 我終於找到它有羊肉了 是 哪一盤是羊肉 哪一個 這盤是羊肉 然後這兩個都是板鍵 因為板鍵油花又相對 比較少一點點 壽喜燒有人燒羊肉的 很奇怪 很奇怪吧 所以想說今天營養師那麼多 我不知道這樣吃是 要注意什麼事情 這樣我可以這樣吃嗎 我覺得很好 其實營養師會建議這個東西 算是很 比剛剛那個健康 對 我覺得壽喜燒要好吃 就是它那個食材 浸到那個醬汁裡面吸起來 整個配著飯這樣吃 非常美味 可是有一次我就去 查了那個壽喜燒醬料的 鈉含量 老闆應該不在吧 那個鈉含 壽喜燒一罐500ml的醬 它鈉含量破萬 你知道破萬是什麼 可是因為一般醬油會更鹹 這是專門做壽喜燒醬 就是專門壽喜燒醬 這鈉含量很高 鈉含量大概500ml左右 破萬毫克 這是什麼概念是 我們一天能吃的鈉含量 大概是2400 那如果有些高血壓疾病的人 甚至要減半 所以如果你建議你 就是如果在加醬的時候 很多老闆可能都會說 你就是加一點醬 再配一點水 這是我們黃金比例 但是呢 我自己也很愛吃壽喜燒 但是我接下來 我就都會一直加水 那如果你要避免 鈉含量吃太多 積在身體的話 我今天帶來的法寶就是 其實不要小看這樣子的一個水 它其實在我們身體裡面有一個 劉...劉納牌甲 哈囉 劉納牌甲 你繼續... 劉甲牌甲 你看講錯你們都沒有法 劉甲牌甲 什麼紅豆水誰要喝啊 哈囉 你先替我講講好不好 因為你知道有些人 我曾經遇過一個患者 就是他 到他喝湯 他把酥喜燒的湯就在哪裡 他覺得那個肉汁浸進去 他覺得很香 他就直接喝湯耶 所以變成說 他隔天真的就水腫很嚴重 曾經我就遇過一個新婚夫妻 他們就是剛結婚嘛 婚戒都戴在手上 結果後來他們前一天去吃 壽喜燒火鍋 大吃大喝 結果隔天 他把消防隊員都請到家裡了 他的戒指整個水腫 腫到不能拔掉 對 拔不掉之外 可以看到已經有點淡淡的 黑紫黑紫色 然後後來消防隊員就是 剪斷他的戒指的時候 他真的是一邊哭 一邊被剪戒指 因為他那個戒指 還是T牌的戒指 他很幸運 所以建議大家在吃壽喜燒的時候 真的是可以配一些 可以幫助我們身體排除 那好料的 明明看我們加水的 加水 瓜哥好棒 我們是健康吃飽了吧 對 加吃飯 因為剛剛吃吃有點鹹 是不是 而且會被飲食越講越鹹 就水就會越來越加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在食材 因為他一定有很多食材 可以讓你選 尤其是吃到飽的這種 所以其實像有一些比較容易吸湯汁的食材 就真的要少 像冬粉 凍豆腐 或者豆皮 這種其實就是本身或菇類 這種比較容易吸的 不是說你不能吃 就是你不要一家再家 那就是找自己麻煩 我們只加肉 對 這個接下來就是瓜哥 這個接下來就是我要說的 就是一般來說吃到飽 不論是壽喜燒 或你吃其他的一個食材 基本上吃到飽的話 其實在這個之前 我都會建議大家 有一個法寶可以推薦大家 讓你可以接下來的這餐 吃得稍微比較輕鬆一點 就是奇異果 尤其是男生吃吃到飽的 基本上大概都是肉片 對 一再加 所以其實說實在很多人吃到飽 尤其隨著年紀增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感覺 每次吃到 吃的過程都很快樂 吃完之後就覺得 身體其實不是很舒服 對 其實這時候就是當然就是 腸胃道負擔太大 尤其是蛋白質的食物吃太多 所以這時候其實不妨呢 就是在這個餐前可以吃一顆 不用吃到這麼多 但就是吃一顆奇異果 搭配一杯水大概300cc 因為奇異果裡面 其實它的膳食纖維 再搭配水 其實它會 很有飽足感 然後再加上奇異果裡面的奇異酵素 可以讓你接下來吃的 肉片 消化吸收得比較順利 對 所以比較不會說 吃完之後消化不良 把豆肚毒那樣子 像剛剛他們羊肉很好吃 對不對 它的羊肉是什麼 羊肉是吃的 可是不可以 是就是真的很好吃 你們都沒有在聽明明講話 對啊 等一下我想問這一家 有沒有比較厚一點的肉 有 你們會 它的菜單那麼長 隨便點都可以 因為它厚一點的肉 它吸收的鈉含量的那個表面肌 就沒那麼多 所以它反而吸收的鈉量 可以少一點 其實我們剛剛吃的羊肉 它的肉質都是偏厚的 因為譬如說我們剛剛算起來 拿起來之後它都不會破掉 有一些可能會分離有沒有 但它不會 肉的口感真的很好 肉質好 肉的品質很好 對 因為它之後還會有這個檸檬片 配這個糖分 我喜歡吃這個 Oh my God 我沾這個糖分也可以嗎 這個好吃 對 它的維他命C 其實是可以幫助你綜合 剛剛吃掉的這些肉 產生的一些飽和脂肪酸 可是它的糖分要加很多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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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出現 你們認真聊好不好 你們在幹嘛 真的嗎 你們在打斷我們呢 沒有 我在吃東西 有小排 你剛剛的問題 你回答一下 其實我建議大家 就是有沒有一些 就是澱粉類的食物可以煮 比方說像玉米 地瓜 或是這種 因為它裡面也有膳食纖維 它可以幫助你 我幫你把剛剛的東西 瓜哥完全沒有在夾菜盤 對啊 一盤一盤肉接著 不是啦 不要煮了 煮肉就好了 加水 那不是玉米的作 對啊 而且因為明明剛才說的那些東西 都是假禮子膏 所以它會幫助你消水腫 不會看起來這麼的胖 八個夠了嗎 這樣 夾胖夾胖 你們的 肉好好吃 都很好吃 對 但你可以再加點水 對 剛剛因為 喬出自己的味道 就喝到一半而已 對啊 真的好吃 真的很好吃 謝謝 剛剛有點失態 是因為我滿喜歡吃這個 壽喜燒 壽喜燒 看得出來 它也是有名的會自己出書的 對啊 飲食的介紹 喜歡做 像我今天推薦的這家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厲害 它其實除了好吃之外 它又好看 光看起來 對啊 就已經非常美味了 每個都有設計過 因為這家也是家網紅店 網紅店在大意下當中 就是很漂亮 所以它那邊的環境 是有點像 樂帶叢林 感覺是夏威夷的風格 搭配上多肉植物 在台北 在台北 新一路二端那邊 然後重點是它的菜色 非常好看之外 其實又很好吃 因為它每個 像我介紹這個 這個是 手絲豬肉 漢堡 你不想介紹這兩個 這個是 涼菜 這個是沙拉 鹹菜 鹹菜 所以營養師應該會快樂 非常新鮮的 透抽 這個是 透抽 野人沙拉 它搭配上一點 泰式的醬汁 非常的新鮮 我很少吃到沙拉 這麼新鮮的海鮮 搭配上水果丁在裡面 它其實非常的融合豐富 你咬下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整個味道是 感覺讓你開胃了起來 而且海鮮的那個鮮度 咬下去 你喜歡泰國菜的 可能第一口 我覺得酸酸甜 沒有 都沒有這個味道 它有香料的味道 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它這個 有點改良 沒有那麼太 而且它的那個透抽 就海鮮有那種烤過那個 炙燒過 炙燒的味道 我覺得是它的每一道菜 都很細節 然後吃下去的時候 會讓你不斷不斷想吃出 它的味道出來 那你們現在吃這麼多沙拉 是不是等一下其他就吃不下 菲野 你以為吃的沙拉就開胃 就不會想吃別的嗎 菲野 它讓你整個開胃了起來 我要講它的海鮮 透抽也好 蝦也好 一個你不吃得太老 到時候如果弄硬 會很好吃 對 嘴巴過來 接下來介紹這個 這個手絲豬肉漢堡 它都很搭配溫泉蛋 因為你要它這個肉 在做的時候 本身就已經是 第一分慢烤四五個小時 等到肉鬆散之後 再搭配上它店家的醬汁 然後再繼續燜燒 還燙的 讓你咬下去是滿滿的 那個肉汁搭配上面包 其實他們家那個 這個蛋包 我想吃這個洋蔥 那種滿足的感覺 有光耶 你後面 小當家 這個麵包也是很好吃 它麵包的圖 就是它搭配上特製的 這個起司醬 然後這個是炙燒和牛 黑咖哩蛋包飯 你咬下去的時候 還有和牛的滑嫩 那個蛋包的滑嫩 搭配上那個醬汁 好 會濕容 天啊 吃一下 它的那個蛋包 它的蛋就是厚的 厚的 對 很紮實的 不是那種意識意識淺淺的 薄薄的 沒有 它不會這麼的 它這個 整個蛋包的感覺 非常地厚重 對 是不是太國民了 所以你現在很喜歡這家店 我很喜歡這家店 因為這家店是我朋友開的 然後他很喜歡 他開的餐廳有幾家 然後他很著重 氣氛的布置 以及菜色的精緻度 每一個店家 三四個月就會換菜單 讓你不會覺得 一直來這家餐廳 就覺得說好像無聊了 他不斷地換菜單 換口味 我覺得細節上面都很講究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熱狗寶 是我曾經一早起來 我就是直接去他們店 就是吃它這一家 它熱狗寶真的是 我們也要 我給你 來 嚐一下 它的那個起司醬 這個醬不得了 而且它的那個熱狗 不是外面一般的那種 對 醬 它是那種有點德式 脆脆的 我先咬一口 有肉丁的 再試一下吃好了 好誇張 起司醬 然後搭配上店家製製的肉醬 這太完美了 而且還有一般我們吃到的那個熱狗寶 它的麵包其實都很無聊 就是一般的麵包 沒有他們家的熱狗寶 麵包很好吃 之前還有酥包 酥的 酥酥的 然後一點那種奶油的那個香氣 熱的這樣吃真的是 完美 配上它上面的那個 肉醬 肉醬 它這個很像菠蘿麵包皮 對 對不對 我說菠蘿麵包皮 就是菠蘿麵包上面那個皮 外面一格一格的那種 對 它的麵包香氣還大過一切 麵包的香氣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熱狗寶 真的是我覺得 在台北目前我們敲這麼好吃 我覺得它是我的 網紅餐廳環境漂亮 然後餐點又非常非常的精緻 來 其實像這樣子的 義式的一個美式餐廳 我個人就是很喜歡去 你看這個漂亮的 每個都要打卡 而且剛剛在講這個海鮮沙拉 很棒對不對 所以你先吃 先墊味 之後你再去吃其他的東西 其實會有一些滿足感 而且營養素是充足的 那我要特別講一個 就是在美式義式餐廳 大家都很喜歡點一個東西 叫漢堡 對嗎 對 漢堡感覺起來 喜歡吃什麼巨無霸啦 什麼的 感覺熱量都很高 好 我今天就要來分享一個小撇步 你要點有這個東西 酪梨 酪梨 現在的美式義式漢堡裡面 其實都有所謂的酪梨漢堡 對嗎 那酪梨呢 它在營養學的分類上 它是算油脂喔 所以它算是水果 但是它的主要成分是油脂 而且它含有大量的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這個脂肪酸很特別 它可以幫忙代謝你吃那麼多 那麼多肥肉裡面的 所以說一般我們在說 酪梨的漢堡 你上面有一點酪梨嘛 所以吃好油 可以代掉壞油 這是真的很特別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當然大家是不是都有 淋一個起司醬 那個起司我也很喜歡 那我建議大家 有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可能你漢堡都不要加醬 可是我告訴你 你如果加了起司 反而是好的喔 因為起司裡面有大量的鈣質 鈣呢可以幫助我們身體的 那些脂肪酸的代謝 所以適當的補一些鈣質 看一個漢堡裡面 有起司片 有酪梨 再來一點洋蔥 番茄 沙拉等等 你相對的肉 就不要點那種三四成的太多了 你就點一片就好了 你想要瘦小腹的人 我會建議麵包的部分 你可以減少一片 你就不要整個麵包都吃完 就吃到一點點 像剛剛那個熱狗寶 你就吃一半 但是你把肉吃完 澱粉的部分 你可以稍微減量 那醬料的部分 有些人喜歡 辣的話你也可以來一點 墨西哥的辣椒 也可以啊 然後撒一點黑胡椒 取代番茄醬 番茄醬就是一個高果糖 玉米糖醬 就會讓你真的是 堆積肚子上的肥油 這個提醒大家 這個全部是那種 看棒球的食物 對 當然了 過癮 在美國的球場 熱狗很大一根 對 熱狗好不好吃 這個算合格的 有的熱狗 你吃鬆軟鬆軟 咬下去沒有那個肉感 你浪費這個味 這個OK的 這個很結實 而且最重要 你看國外還會進去 在球場之前還會擠那個 酸黃瓜 對 酸黃瓜 看來球到 還要喝啤酒 瓜哥沒有發現 他每個都是大胖子嗎 對啦 當然就是說 這個時候享受那一刻 對 但那不是天天在吃這個東西 對 你看到多好 他剛剛麵包又有香氣 熱狗又非常紮實 對 因為其實我不太愛吃熱狗 可是我跟大家講為什麼它好吃 真的 你知道熱狗好吃就是 當你在咬下去那個剎那 你感覺那個皮開 皮開斬肉斬 肉 剎那之間那個咬開來 你就會感覺那個吃出來 這個是好吃的嗎 對 就是我不太敢介紹這種給觀眾 我怕你會上癮 就是說看一看就好了 沒關係 多看醫師好了 我們會教他們講 去煮就回來 像得戀應該是很有空間 可以吃胖 因為你常常要主持那個 外景美食節目 我以前 通常不會胖 可是我以前主持外景節目的時候 我最厲害的是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那時候是去山亞 我72公斤出去 我回來77公斤 去山亞 然後每天都是吃海鮮 然後下船拍攝海底 上來就是那個生魚片沙拉 那種傳聖這樣 五天回來之後 我完全就是胖了五公斤 我自己都嚇到了 是啊 所以你說我當兵64公斤 主持節目到現在86公斤 你就知道這個 40年造成這樣算慢的 還好 但是我那時候想辦法 馬上瘦下來的方式是 我那時候出外景的時候 都出飯店 我坐電梯下樓 我爬樓梯上去 然後定樓 然後這樣子 每一天晚上大概四五趟 然後仰臥起就是 就做一千下起跳 都做到那個後面 都溜回了 很厲害 其實這個不見得 能夠減掉肥 其實營養師告訴我們 如果你吃 因為都是那 是讓你水腫嘛 水腫 對不對 所以你要 滾桶 把全身滾過一遍 很痛啊 多喝水 那一公斤 這兩公斤就會代謝掉 對 你如果身上帶很多鹽分 滾得很痛 就表示那個鹹代謝不了 代謝 所以不是不讓你吃這種東西 是代謝不了 接下來剛剛三位 還是下面一位 是哪一位介紹的 我這一位 小物事也要貢獻一下 真的 這個是你介紹的 這是我介紹的 因為本身是飯桶 然後我個人超愛吃鰻魚飯 就是我特別愛 就是它的白燒麥跟這個普燒 那白燒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家 就是通常白燒 就是它是用鹽直接上去烤 對 所以那個非常考驗 就是廚師的技術 還有他們的魚新鮮不行 對 然後再來普燒 就是它不會很鹹 它就是有點鹹甜 然後配上他們的這個飯 然後他們的米心是Q的 所以我每次吃的時候 我都在跳躍你知道嗎 非常好吃 而且它是一個套餐 所以我通常點一個鰻魚飯 它就還會附這個關東煮 然後它的那個關東煮 就是它是雞肉丸 配上福袋 然後他們的白蘿蔔 是我個人最愛的 因為白蘿蔔非常入味 而且還可以吃得到那種甜甜的 吸到那個關東煮的湯汁 你講的我們都 本來不是 吃一下 真的吃一下 然後再來是 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這個玉子燒 有時候他們玉子燒就是 很像那種蛋糕體 綿的 然後因為是限量的 所以有時候去 不見得吃得到 這個是限量的 所以今天難得大家趕快吃一吃 一定要 對 而且它的蛋液是那種甜甜的 然後蛋皮又是厚 可是不會讓你覺得 就是吃到後面會覺得很噎 好好吃 我好喜歡那個葡萄蜜 烤過之後 然後一點點這樣吃 滲到那個米粒裡面 對 他們一搭配在一起 完美咬著咬著 米粒的包覆是那個葡萄蜜 好香 好濃 他們一直燒 第一口進去 現在是鐵 最後越咬越咬 裡面蛋的香味從中冒出來 這個厲害 真的 我覺得它有一道是 我剛剛吃到 這個什麼松露鮑魚 鮑魚那個 對 平常我們點這一顆 這樣松露鮑魚差不多要五百 五百 五百 五百多 這個我沒有 我先講完 真的 我吃得 你以為這沒鮑魚 這兩百五了 真的超好吃的 我說一下 鮑魚就是 因為通常你會很害怕它柴掉 對 所以那個口感就不好 但它沒有 而且你通常不會想到松露跟鮑魚 你覺得搭在的塊好像會很膩 可是不是因為他們松露製 它是特製的醬 所以它不會那麼的奶 你不會覺得說很容易會覺得很膩 因為它的那個松露醬是 不是單純只有那個奶香 它是有個那個海 可能是鮑魚 它那個海水的那個香氣在裡面 所以它其實會有點鹹奶 然後加了鮑魚的口感 因為它烹調得非常的好 是你咬下去它是Q的那一種 然後是會感覺你的牙齒被彈回來 對 餐廳就是餐廳 Q嫩Q剛剛好 不含牙很彈 再來來了 為什麼我只有拿到一根這個 然後我什麼都沒有 等一下 這個 很匿名 我跟你說 你那一隻也厲害 來 我給我 也厲害這隻 我以為我是吃到別怕 瓜哥嚐一下 妳知道是這個對不對 對 鳳爪 這個也非常厲害 妳會壓軸介紹 一定要壓軸介紹 這一個 原本沒有在菜單上的 是招待的 但後來大家就是客人的評價 太高了 所以它變成菜單裡面 輕鬆一個 它怎麼可以這樣 要招待大家評價好 就變算全了 沒有 因為大家會一直想扁 會一直要點 因為它把它 就是也是滷得非常的嫩 可是這個意思 你不會覺得 你只吃到骨頭 你可以吃到它裡面的膠原 對 就是你還可以啃得了 而且你連吸它的骨頭 都可以吸到它的那個滷汁 好入味 而且它有點帶點麻辣的香氣 對 這個也是它不會死鹹 因為有些雞爪吃起來 有點空虛 但是它不會 它不會 所以我後來都會為了它 來吃慢飯 其實像很多的這種比較大隻的 它為了要燉到那種很爛 然後你最後入口 它都會變成有一點 有點爛 就是過爛 可是它這個是還是把 它那個膠質的Q彈度在裡面 對 然後你咬下去還是很有口感 鰻魚飯那更不用講 烤慢呢 烤慢會 對 白燒 白燒我覺得它是我目前 在台北吃過的最好吃的 是不是 嫩的嘛 對 其實鰻魚飯啊 在營養師眼中 我是會蠻推薦的外食選營養師 鰻魚它的營養價值是真的很豐富 100克的鰻魚來說 它有2700多毫克以上的 Omega-3脂肪酸 這個2700多毫克的概念 是非常多的 因為通常以國外的像WHO建議我們 通常500毫克一天左右 就可以保護我們的身體了 可是它小小一塊 就有超過2700多毫克 所以它的Omega-3脂肪酸 幫助我們抗發炎 是很棒的一個食材 那但是還是會有人外食 想說蛋白質還是吃太多 因為畢竟這一整桌 確實都是蛋白質食物去說 那我就很推薦大家可以來一個 撇步就是 鳳梨心 我最喜歡吃那個 小時候我們是留一根 在那邊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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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對 但是現在很多人 都會把鳳梨心丟掉 就覺得比較柴比較不好吃 但其實鳳梨 我們都知道它有鳳梨酵素 沒錯 會幫助我們消化蛋白質 但鳳梨心裡面的這個酵素 含量又更多了 那我推薦大家 如果你覺得鳳梨心 一根咬著彩彩的 有一種鳳梨它的心超好吃 它這麼大一顆 在台灣 它是鳳梨界的巨人 叫西瓜鳳梨 它這前一陣子是它的產季 我去市場看到這麼大一個鳳梨 我就拿回家抬 我就切一切之後 晚餐飯後 就全家每一個人就發一根 每人一根 所以就可以幫助蛋白質消化 我滿推薦鳳梨 那有一個是 我們家的小朋友 但我也剛好營養師在 在這很想問 也是跟鳳梨有關 所以我們會把那個鳳梨 就是鳳梨皮削下來之後 就洗乾淨 然後會拿去煮水 然後會喝那個水 我媽說喝那個水會幫助 也是幫助吃一些比較 代謝 對 代謝這樣子 其實通常那個鳳梨皮上面 還是有我們說的這個甲離子 就你洗乾淨之後拿去煮水 它那個水一樣可以幫助我們做到 而且因為鳳梨皮的那個酵素 比鳳梨肉還要來得多 還要多 因為它接近養多 對 謝謝 介紹非常好 接下來是咪咪 咪咪要跟我們推薦什麼 推薦甜點 因為剛剛吃完大餐 一定要有甜點 女人會留一個胃 就準備吃甜點 沒錯 而且我其實是一個 比較沒有那麼愛吃甜點的人 那妳為什麼會推薦 但是為什麼會推薦這家 是因為它讓我吃不膩 對 就一個不喜歡吃的 會不會它心可見有多好吃 對 沒錯 而且這一家 是我之前在懷孕的時候 然後那陣子其實就是試甜 就想要 然後跟老公散步在那個巷弄內 就發現怎麼會有一家 那很特別小小一間的那種店 那個是什麼 這個是黑泡服 黑泡服 清奶油這樣嗎 對 然後它下面是 它的那個千層派 所以妳吃要跟千層派一起吃嗎 我會建議全部就是 一口咬 因為這家跟老闆聊了一下 它是法國回來的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黑泡服是他們家的 最有名的招牌 這一個洋汁甘露 這是因為 就是他們老闆 他的老婆是香港人 所以他就結合了 一些港式的甜點 然後加上他自己 研發的一些蛋糕 因為它真的就是 這是柚子的肉 柚子肉 然後就是每一天 可能就是現用的 但不是 它的東西就是賣完就沒有 所以就是有時候 我可能到店家的時候 我想要點這個 可能就沒有了 晚壽 所以真的要很早 請早這樣子 是 然後這一個紅粉佳人 它是那個 富粉梅的口味 好像一對胸腿 這個太好吃 這個太誇張了 太好吃了 太快 你看它會這樣 會彈彈 沒有 你們直接吃 你們真的直接吃 光是直接吃 等一下 我們這個吃之前 這個甜點吃 有什麼負擔 我們請老師來講一下 那個不是應該先給老師吃一看 他那種 沒有 我們要吃 你們要講這健康 你不是為了吃嗎 沒有 其實今天我們來 對 你吃下去會覺得 就是那個口感是很 是千層很酥脆 然後還有它這個卡士達的奶香 它的那個奶油一點都不會死甜 不會 奶香非常重 奶香非常重 而且它的千層是酥的 酥脆像在吃餅乾那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那個最讓我驚豔 是它泡芙上面上了一層糖霜 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 你會先 它汁很像是脆口的感覺 然後之後你再開始吃到 那個泡芙的軟綿 最後底下的那個 它的層次感太棒了 層次很豐富 而且它的小泡芙不是那種 濕的那種小泡芙 而且這上面這個是哪 不是甜的對不對 它不是甜 它其實它有一點是奶 那個奶油的香氣 這一個我也要特別推薦 這看起來是不是很不奇 這什麼 都是三胞胎嗎 對 有一點它想要賣 然後他們加這個是用 法國的AOP產區的奶油 因為你知道就是他們那個奶油 其實是很香 很農村香 非常滿意的香 而且是就像紅酒一樣 是這樣 是有產地認證 你吃一下 真的超好吃的 今天是要胖死我了 很香 但是 煮頭吃得不好 覺得很辛苦 這個好酥好 它這個酥點好香 奶油的香氣好棒 這顆圓圓的是焦糖的對不對 焦糖 然後它咬下去什麼 好硬的 然後加上奶油 配上那個酥餅 三種層次 對 口感一次滿足 風出新滋味的概念 是 你要我吃這個 奶香很十足 在於它的特色 然後上面其實還是有 薄薄一層的那種焦糖 好酥 就是讓你外酥內軟 但是是鬆軟的 好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然後往下去那個酥脆 跟那個空氣的感覺 好棒 這個太好吃了吧 他這種紙紙 都吃不到 沒錯 霸國LV的奶油 它很好吃 它真的超好吃 對 它全部都很好吃 等一下 瓜哥說你們 藝人都太誇張了 真的有那麼好吃嗎 真的 真的有那麼好吃 我跟你說 它好吃到我在 我一天可以 那時候運氣 我一天可以 吃三個 它的口感非常的清 是爽口 就是酸酸甜甜的 然後搭配得很好 這個待會兒來一杯 黑咖啡慢慢吃好了 來 碗咪先來 好 我們來分享 大家就是美食 尤其是甜點 幾乎是 幾乎大部分的女人都愛 但是要如何吃出 沒有負擔呢 今天營養師呢 碗片營養師就來跟大家 分享兩個秘訣 來 我們來看看 今天秘訣是什麼 剛才呢 瓜哥說 就是想來一杯黑咖啡 黑咖啡 那我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秘訣呢 就是大家一定有喝過 卡布奇諾 卡布奇諾 上面有個最大的重點 其實就是它的 肉桂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的肉桂粉 裡頭的肉桂酸 肉桂泉 它其實可以幫助我們的代謝 那如果比如說 你說你不想喝奶 因為卡布奇諾 是帶有三分之一的奶 沒關係 其實像我自己有時候 去這種店 我都會跟他說 我要一杯黑咖啡 你可以幫我再加肉桂粉 就是說每一家店 他們其實都一定會有肉桂粉 或是自己可以灑 對不對 可以增加我們的代謝這樣子 那另外呢 有一些人就是吃完甜點以後 就是一定要配一個 因為乾的一定要配一個濕的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不想熱量太高 或者是又怕喝了咖啡 會有這個所謂的咖啡因的問題 那麼這邊給大家參考一下 羊甘菊 羊甘菊在國外 它是一個非常推薦代替咖啡 沒有咖啡因 同時因為它帶一點像 不像我們的鵝 它帶一點像菊花的 就是乾乾甜甜的味道 所以會讓你覺得 至少也是一個甜度 那再接下來 因為其實大家一定有看過一個廣告 就是吃甜點 配咖啡 接下來就是餵食到牛 這個時候就跟大家推薦 其實台灣有一道就是 如果現在有一些店裡頭 它會有一個就是叫做 薑茶 其實薑就是護味的一個 非常好的飲品這樣子 對 因為像其實我們除了就是剛剛介紹 一些外帶的食物 或是店內享用的食物 其實我在疫情期間也很常 就是幾乎都在家裡煮飯 我就是聯絡我的菜商 我都會說 可以一次就是幫我點蔬菜 水果 魚肉那些 然後一次我大概點了七八千塊 然後我就覺得 我老公有一次就檢查 開了一個冰箱 開了 然後就發現 他就被一個肉塊給砸到腳 對 你是摔進去了 對 直接讓大家這樣 買太多了 他沒有那個食物可以吃 你懂嗎 沒有啦 因為有小朋友嘛 囤積食物 對 然後後來我老公說 你真的太離譜了 你好好給我整理冰箱 整理的同時我發現 天啊 我竟然有 2020年的一塊雞腿牌 後來我想說真的不行這樣下去 一定要好好的來整理 收納我的冰箱 是 然後我就發現其實現在坊間 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它是真空保鮮系列 現在的技術做到一個是可以真空的 保持那個食物的鮮味跟那個鹽碗 它氧化 這是抽氣的對不對 對 但是這個我覺得很厲害 我真的也要跟你們講 分享 因為像現在這個有水果 平常我可能洗一下 然後小朋友下課回來就可以吃了 是 那我就會想說 那就可以先把它真空起來 讓它顏值它的鮮度美味 抽空氣的 對 馬上 這很簡單 它有一個真空機 它有聲音喔 有 它在抽空氣的 然後它自動就是直接幫你抽完 全部的空氣 空氣 對 然後它自己還有出一個保鮮袋 也是這個孔子系列 這個就是很方便 就是你像我這種 像吃你一些零食 或是堅果類 或是乾貨 對 你直接就吃不完 你就可以直接真空 然後就很方便 重點是 我說它其實是智能的 因為它保鮮盒跟保鮮袋 每一個都有一個QR Code 所以它可以結合它的智能APP 你就可以今天說 我今天這個水果 是幾月幾號進冰箱的 然後它可以輸入上你的時間 然後儲存的方式 然後你就可以放在冰箱裡 然後它前三天的時候 它就會提醒說 這食材快到期了 你要趕快使用 你像我今天就有一個什麼 我今天早上用的酪梨 或是我的麵 我的肉 就可以放在裡面去儲存這樣 很聰明 去記錄我的食材 對 然後我自己 我覺得還滿喜歡它的保鮮袋 它有不同的尺寸 對 那像我自己有時候 會想要輸肥一下肉 牛排或幹嘛的 我就會裝進保鮮袋裡面 它可以直接低溫輸肥 然後就可以很方便 然後食材會直接保存它的那個 原汁原來鎖在裡面 對 然後老公就 也太好吃了吧 這袋子等於多功能 沒錯 那這個紅酒是要 就老公愛喝酒 然後 老公愛喝酒 但我不愛喝酒 然後他每天自己開一瓶 喝不完怎麼辦 喝不完 就直接抽真空 常常有人真的喝不完 然後丟了半個 下次半瓶就丟掉了 對 然後馬上那個酒 妳要怎麼抽 然後我們就直接也是這樣子 直接機器就是 直接按下去 然後它就抽真空 好方便 可是那個瓶蓋是要你自己裝的 瓶蓋是它的 對嘛 然後你抽完真空 你就是 開箱並慶祝的感覺 有沒有生活的儀式感 就保身就對了 那你喝不完又要抽掉 喝不完你就是直接把瓶蓋拆開 味道就不會變了 這個 直接按真空 方便 聲音又來了 抽掉 這麼快 抽掉 要不然太多浪費的酒 真的 直接打開這樣 就可以又喝 酒也不會變質 其實食材的保存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因為曾經在臨床上面 我就遇過一個老大哥 他剛入院的時候 就被診斷肝癌 那後來他就說 其實他知道自己有逼肝帶緣 所以他很控制他的飲食狀況 怎麼肝癌還會找上他 想當年喔 就是談生意應酬的時候 大家都在那邊滑酒泉 他都說 沒有…他戒酒很久 他就在旁邊補花生 你是很喜歡吃花生嗎 那時候我斜眼其實瞄到他 住院入院的時候 他的病床旁邊的櫃子上 就有一罐透明的那個 寶特瓶裡面就裝花生米 然後他就每天就習慣 就是一定要吃一點吃一點 那其實花生這種東西 保存是非常不容易的 如果你保存得不當 容易潮濕的話 就會產生黃麴菌 而產生黃麴毒素 那它是一種致癌物質 很容易會傷害我們的肝臟 導致肝癌 尤其是有鼻肝帶緣的 那其實像剛剛咪咪有提到 就是食材的管理跟保存 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抽真空的方式 真空保鮮就是一個 很棒的做法 因為他直接把食材 隔絕了空氣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 延緩它氧化的速度 那重點是 再來是很多人去買一些 蔬菜水果 你放在常溫或放在冰箱 會不會發現這個水分 一直在散失 然後一陣子就發現 搭搭 薄薄 然後看起來不是很新鮮 那還有一個情況很常見 就是你開冰箱的時候 如果你食物真的沒存好 除了砸下來之外 還可能會有味道 其實這都是細菌在滋生 食物在腐敗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這時候 會真空保鮮 你就可以做到這個 延緩細菌的滋生 延緩食材的氧化 甚至拉長這個保存的期間 你會發現真空保鮮的這個食物 它可以延緩大概1.5到5倍以上的 保存時間 那如果你要吃 再拿出來加熱 就可以吃得健康安心又好吃 今天謝謝所有的營養師 跟大家推薦的這麼美食 美食大家都想要 但是怎麼吃呢 營養師剛剛要教大家的技巧 希望大家能記住 既能滿足口味又不會後悔 希望大家能吃得開心 享受你們愉快的享受美食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